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 我們利用一個創新超音波的漩渦技術 來進行高效率且低風險的血栓酸塞的治療 那我們的PI是清華大學的葉志光教授 我是今天報告人賴俊仁 那首先我們先來談談血栓 血栓是血塊在體內形成的一種疾病 那它會堵塞血管造成很多很多的不良的症狀 那它如果發生在肺部呢 它稱作肺酸塞 那如果發生在下肢 它又叫深層靜脈酸塞 那合併起來其實它已經造成很多的問題 那舉例來說 我們先來看看肺酸塞 從這邊的X光片我們可以看到 當肺酸塞它發生還沒有被完全清除的時候 整個肺部它是完全沒有血流的 只有在血栓被完整清除之後 整個肺部的功能才能恢復正常 那它的典型的特徵是 它來得很急 它完全無法預期 那它如果一發生不積極處理的話 它會造成心肺功能的損傷 死亡率高達65% 那如果在下肢的酸塞呢 它會造成下肢的腫脹疼痛 那嚴重的話 它會進到截肢的地步 那另外一個最嚴重最嚴重的地方 它其實是造成肺酸塞的主因 那對於這兩種深層肌脈酸塞 它的症狀 它在全世界的盛行率非常的高 舉例來說這裡根據文獻的一些數字 每年大概有1000萬個新增的病例 也有300萬人因此而死亡 它除了造成了生命的損失之外 也造成了很多國家的經濟的嚴重負擔 舉例來說光美國每年就花了155億美金 在整個肌脈血酸酸塞周邊的治療 而對於這樣子的症狀其實所有的人 包括在場的你我 我們都籠罩著在醫護多個高風險因子中 舉例來說年齡老化活動減少 或者是手術创傷癌症甚至懷孕等等 其實有的這些症狀都可以被歸類做 剛剛講的PE跟DBT的症候群 那目前一些市場上主流的療法 通常有療效高風險就高 如果風險低療效通常就要撐得很 應該要拖得很久 所以本團隊就藉由這種需求 開發出了超音波的漩渦技術 那大家可以直接做個簡單的聯想 我們使用的超音波 它就像一個龍捲風一樣 它可以對目標的血栓產生一個疏鬆 並且把外面的血栓溶解藥物 擠進去的一個過程 那藉由這樣的過程 我們就可以很快達到油內而外 且油外而內的高效率溶酸 而溶酸完之後 它謹慎的只有紅血球 所以它不會造成下游的二次酸塞 那我們的發明它的主要的創新點在於兩個 因為這樣子的穿過漩渦技術 它產生了兩種力量 一個叫做橫向的剪切力 我們稱它叫Vortex Streaming 這個橫向的剪切力 它可以把棉花做成橫向的鬆開 那藉由鬆開它就可以增加很多很多接觸面積 同時它又運動一個叫做Radiation Force 它是一個正向力 把外面的血栓溶解機給壓到深層 所以藉由這樣子兩個的力量 它就可以達到很高效率 而且又很安全的溶酸效果 那這樣子的產品設計呢 我們第一代的產品預計要在星島館裡面 設計一個微型化的超音波裝置 利用這樣的超音波裝置來打出這樣的超音波龍捲風 而右上角這裡是目前我們在指尖上的一個Prototype的雛形 那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實是非常小 那我們的星陣預計在肺酸塞跟深層靜脈酸塞 那我們的系統主要分成兩大架構 第一大架構就是左上角的主機 它是驅動超音波的裝置 那第二部分呢就是它的導管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很微型化的超音波探頭 就是在這個導管內 那藉由這個導管深入到人體內進行治療 這是屬於一次性的使用裝置 那我們的競爭的優勢在於 剛剛有提到 目前市面上大部分的技術 都處於高療效且高風險 不然就是低風險那低療效 而我們的技術是可以證明在 具有很高的效果 但是又風險很低的一個向線內 那我們如果以目前市場上 最具有潛力的ECOS技術 它也使用超音波 那它跟我們有什麼樣的不一樣 那大家可以想像 它的超音波其實就是利用很微弱的震盪 讓外面的黃色的血栓溶解劑 慢慢的滲透 可是我們的技術 就好像你要把一塊冰糖溶解在茶或咖啡 我們先擊碎那樣子的冰糖 同時再以攪拌的方法來增加溶解 所以當ECOS它需要伴著5到7天 才能夠出院治療到某個程度出院的時候 我們預期我們希望在1到2天 甚至更短的時間就可以完成 那我們目前已經做了一些體外驗證 跟動物的實驗驗證 在體外的驗證上 我們的用的超音波漩渦去比較ECOS 我們發現在60分钟的時候 我們已經可以到達強化到70%以上的溶酸效果 那我們可以預期當溶酸的時間更長 它這樣子的顯著差異就會越來越上升 那我們如果在視覺上來觀察 我們的溶酸效果如何呢 大家可以看到比較我們的超音波漩渦 以及我們的競爭對手的波形 以及單純使用藥物 那在有限的時間內 我們其實是可以讓血栓的體積可以縮小最多 那我們也在老鼠的腦內 induce著一個小血栓 那去比較單純跟使用血栓溶解劑的情況下 誰的效果比較好 那單獨在10分鐘內 我們就讓血栓縮減了60% 而且老鼠的血管沒有初血的風險 那我們同樣的還利用了一個功能性的 切片影像來觀察 這個功能性的切片影像是觀察 當血栓梗塞之後再被排除之後 腦裡面它的功能能有辦法回復 如果看到白白的地方 代表它已經有永久的梗塞區域 那是無法回復 那只有在我們的技術上可以發現 血栓在治療後 它的腦功能是完全恢復 好 所以大家可能會想 那這樣子的技術有沒有可能有些風險 因為畢竟我們使用一個強力的 龍卷風的漩渦 那我們用我們的超音波漩渦 直接去打我們預計要進行的血管內壁 讓我們發現對於沒有治療的血管 跟超音波漩渦治療的血管 它在組織切片上 它的內壁其實是非常完好 所以至少在現在這個階段 我們驗證它是非常安全 當然這樣子的評估會延續到未來的動物實驗 跟人體的臨床 好 那所以我們跟目前市場上主流的方法 來競爭的話 我們發現在治療時間 藥物的總使用劑量 以及初血風險上 我們都有非常高的優勢 而我們的價值就在於 當我有個很安全又很快速的溶酸方法之後 我就可以讓治療時間變得很短 那整體使用的藥物劑量就變得更少 所以整個患者在治療的過程跟癒後 都是非常好的 那我們目前已經申請了 已經取證了一篇美國專利 以及一篇歐洲專利 它涵蓋的範圍包括裝置本身 衝一鍋雄物本身 以及它整體的使用方法 那目前也還有大概三到五篇專利 正在陸續申請中 而我們同時也進行了FTO的分析 這是跟美國的律師事務所 那來驗證這樣的產品 它未來的侵權風險 那目前風險是非常低的 那我們在法規的策略上 我們預計拿ECOS來進行食指等候的對比 我們的目標是希望在體外的血栓模型跟株子模型上 以美國510K的方法來取證 目標是兩年 那在取證之後 我們再進行人體的臨床的驗證 那它是被歸類為第二類的醫材 那在整個市場的趨勢上 如果大概就美國的市場來看 目前美國每年約有60萬個新增患者 是下肢肌脈酸塞跟肺酸塞 那如果它大概有三成左右的人 是需要進行這樣的介入式治療 所以每年光一財的價值 大概是9億美金左右 而我們的商業模型 我們預計是使用我們的主機 是以免費租賃的方法只收導管費用 這是為了讓目前市場上的醫院 可以更容易接受的裝置 那藉由這樣的方法 我們希望在10到15年內 可以達到兩到三成的市占率 那這樣加成起來 我們每年大概會有2.4億美金的營收 那我們要如何進入市場 我們除了對醫學會 醫院做我們的Promotion之外 我們還會先以我們的競爭對手 他牽入的地方 先進行我們的佈局 就是所謂的Brown Field 那等驗證我們的有效性之後 我們會再進行 我們競爭對手沒有不決的地方 就是所謂的Green Field 同時我們會做一些策略夥伴的結盟 加上我們的能見度 那當美國FDA取證之後 我們會以KOL來進行我們的能見度 跟未來滲透率的提升 那同時他在美國已經有保險給付代碼 所以在給付上是沒有問題的 那在目前的Milestone上 在今年年底我們預計成立公司 接下來我們會進行大型的動物實驗 跟美國FDA的申請 那在2025年之後 我們會開始進行人體的臨床 以及一些策略性夥伴的結盟 那我們目前的出廠機制 並不排除單獨IPO 或以併購的方法 甚至跟類似性質的公司做策略聯盟 以提高所有人的價值 我們一樣的利益 我們會確認